台湾碰上了56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经济部长王美花日前针对科学园区的缺水窘境 抛出了早紧取水的选项引发讨论 而今天竹科管理局的官员到立法院备巡 坦言竹科在兴建的时候呢 就曾经给环平承诺不会使用地下水 也就是说竹科不得早紧 形同打脸经济部长 对此王美花再上火线回应 按照灾害防救法的规定 如果在异常的情况之下 确实能够透过早紧临时应变 不过细节还得跟灾害应变中心进行讨论 我们园区有规划早紧的位置了吗 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的还品 限制我们说不得取用地下水 这下真的尴尬了 因应中南部水情拉紧报 经济部长王美花说 科技园区缺水可以早紧取水 但竹科管理局官员11号在立院被巡 形同打脸王美花 我们的污水下水道管理的办法 也是不使用地下水 坦言竹科在还评阶段就承诺 不得开凿地下水 恐怕让早紧取水的方案 挚爱难行 更让国民党立委捡到枪 已经在科学园区的设定里面就已经说了 并不能用地下水 所以这个说法我想就是不正确的 当今天遇到异常的情况之下 那按照灾防法 本身就会有临时的这样的一个应变措施了 听起来环平规范还有转环空间 似乎也在替竹科解套 目前厂商也在等待指挥中心的指示 未来如果提出早紧需求 竹科将分析园区里的水质和地质状况等 接着依法向环保署申请环境影响差异分析 一旦通过竹科会亲自找紧 不会让厂商开凿 能不能找紧 那一定要符合相关的条件 包括它的水是不是丰沛 有没有地层下限等等 56年来的最大干旱 经济部提抗旱措施可行性被放大检视 建林车用张兴杰林凯军 台北苗栗众报道